说起她大家一口同声 女汉子 一直以来觉得在别人里面掉眼泪 有点矫情 可提起创业多年都没有解开的一个心结 她情绪一下失控 她打破流传上百年的规矩 一招打开局面 凭借古墓里的发现 她再创财富翻翻 看27岁的女汉子翟亚男 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 欢迎收看制服经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名字叫做翟亚男 27岁的她在江苏 就已经是响当当的女中豪杰了 2009年22岁就开始创业 现在已经带动100多名妇女就业 我们记得去采访的时候 所有人对她的评价如出一辙 就三个字 女汉子 她就是一个汉子那种作风 女汉子 女汉子 绝对是女汉子 现在就流行的话像女汉子吧 女汉子 她就是翟亚男 大家口中的女汉子 今年27岁大学毕业刚刚五年 2014年2月28号 记者去采访时 她说要带记者去山里找一样东西 你说别人就叫你女汉子 你怎么看 这么粗犷一个词形容我身上 你觉得不合适啊 不合适 我心中呢 你看如果从外貌的话 最少得在一米七以上 而且这个很壮 这个能就一走过去 风都糊辣一声 你看我怎么走也没风 记者跟着翟亚男 在山里走了三个多小时 眼看着她走了一路 见着石头就要翻起来 这个好大啊 是的 还动吗 我们俩一块应该 哎呦 这个就好甜了 哎 小心 今天进山就是为了找一种 藏在石头下面的东西 这种东西就和她的财富有关 而这一天正好是她找到 这种东西的最佳时机 确实是最佳时候 昨天刚刚下完雨 那如果要错过今天的话 可能还要等多久 那我就不知道下一场雨 它什么时候下了 赵亚男告诉记者 她还经常一个人 去人烟稀少的古墓遗址 徐州十几处墓葬地 她几乎都去了个遍 而这些都和她每年 四百多万元的财富有关 就我这五年的经历 我都足以写两本回忆录 随着年龄越大 我越觉得当时 有这种魄力选择 还是 还是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2009年7月 赵亚男从中国矿业大学英语专业毕业 当上了徐州市古楼区 珠庄社区的大学生村官 他也因此第一次有了创业的念头 就是每天会给我们很多的培训 实际上我上当村高的前半年 上了复联系统的创业培训 上了团委系统的创业培训 也上我们区里面组织部的创业培训 我那一批刚到农村的时候 有很多人他已经就是还没来 还没下村 他之前都想好他干什么了 来到以后就是第一个目的 就要先创业 赵亚男也要创业 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去做一件明知道会被拒绝的事 不我所想 这个独门手艺不外传 因为我之前去的时候也是知道的 这里是徐州市古楼区的一栋普通居民楼 2009年9月 赵亚男决定创业时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来这里找一个人 结果当天他没进门 就被赶走了 他叫王真霞 就是那个把赵亚男轰出门的人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把他拒绝没外 绝对不让进门 我说我不可能教你 我觉得你也不是做这个东西的人 在王真霞看来 他的这门手艺可是独门绝活 代代相传 到他这儿已经是第三代了 从不外传 赵亚男要向王真霞学的 正是这门家传的独特手艺 在赵亚男之前 想学这门手艺的人有很多 但没有一个人能学成 全都被王真霞给拒绝了 太多了 每天都踏破门槛 我都不舍 每个人拉出来 拉到框里就是菜 那不可能 你看什么菜的 是我的菜我才能要 不是我的菜我也不要 送到框里我扔出去 一个死活不交 一个却飞学不可 王真霞有王真霞的说辞 赵亚男有赵亚男的招数 第一次被拒绝 就来第二次 第三次 在那段时间 几乎是王真霞去哪 翟亚男也去哪 而且翟亚男手脚勤快 给王真霞打下手的活 他都包了 慢慢王真霞发现 赵亚男在这个手艺上 还真有些天赋 也被这个赶不走的姑娘 给感动了 他一个这样那么坚持 我一看 哎呀坚持着心 打动了我 我不叫不行了 赵亚男要跟王真霞学的手艺 就是制作香包 香包又称香囊香音 制作和佩戴香包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 香包经历了千年的演化 始终代表了人们美好的 祝愿和向往 王真霞正是徐州出了名的香包大师 人称彭成一绝 他的作品已先后被国内外文化机构收藏50多件 这是赵亚男当村官的社区 2009年底 王真霞一同意 赵亚男就把他请到这里 办起了培训班 王真霞做了40年香包 都只是把他当作一门手艺 可刚入门的赵亚男却决定 要靠香包来创业 而这也就真成了他财富计划的开端 记者去采访的这几天 就赶上了一次香包培训 这天一大早 赵亚男就准备上了 早上九点半 来参加培训班的人 都陆陆续续到齐了 来参加培训班的 大多是社区里的留守妇女和残疾人 因为没有外出打工赚钱的能力 他们都十分看重跟着翟亚男 做香包的机会 他叫卢雪梅 身高只有一米三左右 大多数的活都做不来 因此一直待在家里 从2010年开始跟翟亚男 学做香包以来 每次做完 他都会让翟亚男帮他拍张照片 没想到一个项目让他学会以后 他有自信心 这个我觉得是我没想到 我仅仅是做一个手工培训 但是他给我的个反馈 就是他的整个人 就是好像因这个东西而兴奋起来 除了本社区的人 翟亚男也得到当地复联的帮助 经常会介绍人来学香包手艺 现在翟亚男的香包根本不愁卖 但是在2011年7月 刚开始能生产香包的时候 五个月竟然一个都卖不出去 最差的时候是一天攀不到一个人 对翟亚男来说 创业不只是想做点事情 挣点钱那么简单 他身上还有那么多人 对他的期待和信任 你有了订单你才会让他生产 这首先就是说 你把别人交汇了 你不能说半途 就没有任何后文了 这时的翟亚男才发现 开始创业时 把一切都想得太容易 只是因为自己喜欢香包 就决定靠此创业 却忽视了最主要的市场 徐州香包历史悠久 在翟亚男之前 当地已经有多家香包制作公司 因为没有特点 翟亚男的香包一直不好卖 到底该如何打破困境呢 而在与别人聊天中的一次发现 让他有了灵感 两年时间迅速占有市场 香包卖不出去 女汉子尽会两难 为找销路 他做下一件无法原谅自己的事 为了一个神秘配方 他每周都要独自进山 找了魔一样 频繁冲入古墓 又是怎样的财富发现 为了解决销路问题 2011年9月 翟亚男在政府的帮助下 在市中心开启了这样一家专卖店 为了这个寄托翟亚男 全部希望的专卖店 他也做了一件 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事 一直以来觉得在别人跟人家掉眼泪 不是说二人感觉我很脆弱 可能让我感觉就是那种 可能就是有点矫情 所以说我会 摁几声 这个本来想哭的这个感觉 就可以压下去了 可是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 这个从不轻易流眼泪的女汉子 讲起那件事就无法控制自己 流下了眼泪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里是徐州市的一家医院 翟亚男的妈妈因为患有尿毒症 正在这里做偷袭 翟亚男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 摸鱼粮相依为命 为了省钱给女儿攒嫁妆 除了看病必须要花的治疗费 多一块钱妈妈都舍不得话 隔天一次要做的透析 都会硬撑着虚弱的身体 坐十几站公交车过去 然而妈妈辛辛苦苦给翟亚男 攒下的二十万元嫁妆 也都被她用来装修了那家 香包砖卖店 今天反正就是用在她身上 她做那个公司 反来学要签了 就给她了 她现在都是春年人了 都上学毕业的 走上上会了 她就是自己也有主见了 就给她了 给她串远了 让身患尿毒症的母亲 为自己这样付出 每次听到妈妈这样说 翟亚男的心里 都觉得特别的痛 二十万的嫁妆 全都投进了店里 可是从2011年9月开始 一连三个月 都还是一单生意 都没有接到 很无助的那种感觉 我们那有个桌子 她坐在这头 我坐在这头 我们俩就这么看着门口 我那么看她一眼 她就已经呆滞的那种状态了 身上我们不说 在她面上不说 你想把小鹿拉干还不说 有女孩爬的眼力大 受不了 有首歌叫《疼你的责任》 那这些人她跟我学会以后 又对我那么好 我就觉得我必须 我有一份责任 来让他们有一份工作 总觉得有疼你的责任 总觉得有疼你的责任 让你做最轻松 最自然的人 我想不遮掩 也是一种信任 爱的了解包容 才算爱的完整 香包卖不出去 扎亚男就没钱先垫付 可这些做香包的工钱 又是很多人指望的收入来源 这让她觉得压力很大 就是有的时候她说她压力大到都掉头发 一抓头发都掉 香包卖不出去 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二十几岁的姑娘可能撑不下去了 可是从二零一一年底开始 扎亚男的行为一开始变得很神秘 每天晚上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谁也不让接近 就是扎亚男独自研究的这种东西 让她好几个月都卖不出去的香包 很快开始畅销了 她叫孙启英 也是给扎亚男加工香包的工人 二零一一年底的一天 扎亚男去找她拿一批做好的香包 无意间闲聊起来 孙启英除了在给扎亚男做香包之外 还在帮别人加工些功能性的枕头 这让扎亚男有了灵感 扎亚男把自己关进这个 不让任何人接近的密室 她要研制一种特别的香料 我刚才打了一罐 这个就是 是的 是的 你可以看到 我就是分了 我分了两次打的 你看上面颜色是不是有点深 你再看第二层是不是有点 黄 发黄 你闻一下 感觉这个鹤 对 中小型的 那你看第二层 你再闻一下 它主要 清清 对 它这里边放的都是很多 我们在做川菜的时候 或者一些大菜的时候 都可以用到一些做料 所以说香包 比如说没有比如 这是我的独家配方 传统的香包大多只具有装饰性 扎亚男受到多功能诊的启发 把香包由一种传统的装饰品 变成了更具实用性的生活用品 在扎亚男的店里 记者看到了一种香包 你看我手里面 就属于比较小的类型的香包 这个好小啊 是的 我看一下 就是你把香包做成了项链 这是手链 这是手链 这是项链 那么小 它完全要用两个指甲的指尖来掐住它 走一圈 而且这个里面 虽然小 依然有香包 而且它挺重的 这个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棉花 做一个指尖 完全是一个布 全部包的香包 做成手链和项链的小香包 方便贴心携带 发挥功效 因为它是纯中药做成的香包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对小朋友们的作用特别大 给小朋友戴在身旁 可以去闻 不要抹那些花露水 小孩子的皮肤比较娇嫩一些 有时候过敏性皮肤 不涂那些东西会过敏 孩子比较受罪 带这个比较好 这个香包 我觉得已经不是那种 原来意义上的 我们那种 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香包 因为它赋予了这个香包 新的内涵 有了一定的药用的价值在里边 最需要的就是要创新 只有不断地创新 才能不断地拓展了人的市场 张亚南告诉记者 他用到的一些中草药 都是在药房里就可以买到的普通草药 附近的山上也有 2014年2月28号 记者去采访 张亚南就把记者也带到了山里 张亚南在山上的石头下面找的 就是这种松子 这些松子是用来给一批定制的香包做配料 定制香包一般定价在普通香包的三倍以上 因此 张亚南都会根据客户要求单独调配 所以他会不定期地来山上 采一些类似于花蕊 或者其他的草本植物 通过自制香料配方 张亚南的香包有了自己独特的卖点 大受消费者喜爱 2012年5月 张亚南又做了一件让大家都看不懂的事 开始着了魔一样 常常去一座古墓 一座神秘的古墓给他带来新的财富灵感 黑暗中四处寻觅 找到一种带来财富翻翻的东西 张亚南常去的古墓 位于徐州市区七公里外的龟山深处 张亚南说 就是在这座古墓里 他发现了另一个让香包销量再次翻翻的秘诀 那么这个古墓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 2014年3月3号 记者跟着翟亚南来到了古墓遗址 里面又冷又暗 很少有人来 走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见到其他人 如果有人来 管理部门都会配一个手电筒 特别是到夏天的时候 温度越高 里面的所有的墙壁都往下溢水 就像它下面都开了水槽 那你听啪 啪 啪 走过长长的通道 进到古墓深处 里面堆满了各种古代的东西 因为常年不见阳光 古墓里非常的阴冷 罐子上也落满了灰尘 翟亚南似乎又在寻找什么 不停地在土墓里来回走动 他好像有了发现 拿出手机开始拍照 我觉得这个翅膀灰着 头昂着 这个脚也很长 就感觉就看上去非常有 那种气势 打光就亮了 翟亚南要找的就是古墓里的这些特别的图案 原来这座古墓是徐州市在1981年发现了一座汉代墓室 2012年的一天 翟亚南在这里看到了这些文物上的图案 就产生了把图案印到香包上的想法 他知道 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源地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游客到这里来体验两汉文化 带有汉代图案的香包 会是一种很好的纪念品 应该是一个人 就把这种大家的变入非常高的这种图片 直接放到香包上 因为香包其实许多的这种工艺特产 而且这种图案更是有许多地区才有的 所以说两者合一 这个不管是大家的喜爱程度 还是市场产想都非常好 合同的我们许多的特色相结合在一起 作为主要的推荐领域 介绍给客户 至此 扎亚男给自己的香包做了清晰的产品定位 突出两汉文化 并且具有功能性的旅游纪念品 2013年销售额突破400万 创新是我一个应该是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撑点 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手工艺品来讲 你应该在保有这个传统的工艺的上 把一些新的元素放到其中 就是你应该随时的关注一下 你这个现在需要什么 你能做什么 和我能够吸收到来什么知识 和我的东西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 你只有这样能够持续不断的满足大家的一种需求 我觉得你的这个产品才是有生命力的 才能够就是经测住市场的考验 扎亚男发现了消费者的潜在需求 并敢于打破传统不断的创新 而将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现代的消费需求相结合 这是扎亚男能够成功走到今天的关键所在 好的各位 如果你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视网 以及农视网的官方微博微信和移动客户端 同时也欢迎各位能够登陆央视网进行浏览查询 好了各位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制服今的下期节目 为你安排了哪些内容 有人称他为核桃小王子 也有人说他是花花公子 又年轻又帅 花钱都是大手大脚的 他曾被人追债 躲在墙角抹眼泪 洗心革面后 他60天纯赚300万 踢一脚就能分辨核桃好坏的牛人 张建勋如何获得他的青睐 搭上财富适风车 一年销售核桃 9000万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